大家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难其境,三宝 在农村找到一座农家小宴 有全宴后宴 院子家房子占地270多坪 中间的宴子挺大 两栋房子 前面的房子有一点老 后面的房子是二层的平房 还有一个小阳台 里面是种了花,种了果树 表示宴子大,租金比较便宜 3600年 基本的出行生活比较方便 还有农村赶齐的,有超市银行 到市区有10多公里 可以做农村客艺 现在没开通公邀车 可能几年以后会开通 往这边出行,主路就可以农村客艺 到这边赶进买菜就是几百米 这个村子是可以起快递 出行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是农村的道路 现在下午5点多,快6点多 找到一个房子 从这边进行是一个小路 小路是可以开车进来的 侧边那边还有一条路 那边也可以停车 我们看到就是前面这栋房子 它这边是堆了一些杂草 上面是瓦房 瓦房构器上就是中间有一个垫子 看一下垫子里面 现在下楼梯 现在下楼梯 我们看看中间的院子 中间的院子后面呢 还有一个两层的平房 这里包里面过来呢 这里是一个亭 现在到院子后面 院子后面呢是相当大 那边是一个小厨房 这边是一个洗澡房 这个院子呢 这个院子呢 应该有三次食品嘛 上面是二层的平台 下面有住房 这边是之前的洗澡间 卫生间了 院子里面是种了果树 还种了一些花草 我们绕一圈看看 往这边过来呢 又是一间 这间呢 差不多15到20平 是平台的 上面后面有窗户 往这边过来呢 跟那间也是一样大的 也有个柜子 往那时候要用的呢 它就留着 不用了手走 燕子其实是大 这边也是种了些树 可以种了些花草 看一下这间 这间呢 也是一个厨房啊 还有老的灶 上面是这样的底 看一下房间上面 上楼梯 楼梯过来呢 这边是一个小平台 小阳台一样的 这边呢 房间稍微大一点 20多平 太阳可以晒到房间里面 上面是一点吊顶了 还有一个衣柜 这边一间呢 也是2平左右 看看这个窗子封面 太阳可以晒进来 是有点土地在这里 但是土地不是房东家的 这个里面呢 是沙发 沙发在里面 而这房子上面是瓦屋结构的 瓦屋结构的房子呢 是冬暖夏凉 从阳台出来 看看这边 就是这个院子里面 院子就是这样的 这个房子呢 是三千六亿年 都经年复 这个垫是通的 但是水呢 是要自己接 自己可以接通的 里面是种了花 种了果树 房子呢就是这样 大家好 我是阿海 我现在云南齐静 在一起的盘江镇 在我们镇上找了一个 两千坪的农家大雁 燕子占地有一千坪 在燕子侧面 有一千坪的菜地 这个燕子里面 是种了十多个果树 也种了十多种花草 还打了深井 做了一个养一尺 房子总占地呢 也有三百多坪 加二层呢 有五百多坪 里面有住房 房子有两栋 有一栋房子呢 年代比较久 有一栋房子是新房 里面还装了空调 里面有卫生间 洗澡间 可以拎包入住 这房子呢 租可以租十年 租金年付 一万五一年 位置环境比较好 到镇上呢 有一公里 到花山镇呢 有三公里 去镇上买菜啊 生活 出行赶机呢 是比较方便 镇上是通用公交车的 这个树后面 这片菜地呢 一千多坪 是房东下的 门前这边呢 可以停车 房子是这样 两栋呢 那边是燕子里面 从大门进去里面 还有一栋房子 房子后面呢 后面还有燕子 长方形的 比较规整 大门这里呢 是前燕 另外一栋房子 是这个 是比较有年代感的 从这边过去呢 就是后燕 这个燕子里面是中了很多叶子花 比较漂亮啊 很多花草在里面的 燕子侧面就是这栋 加这栋 我们先绕一圈燕子 再看看房子里面 今天也是带着昆明网友 下来看呢 刚才房东很热情 扯了好多柿子给 网友 他们拿着走 这边呢 是一大个葡萄树 葡萄还有叶子 应该干掉了 时间长没有管理呢 截了葡萄都没人吃了 你看前是空壳一样的 这边是打了一个深井 深井呢 是十几米 水比较深了 也是用电泵抽上来的 旁边呢 都有排水 这里呢 是外面的一个厨房 也是个老的灶台 在这里 这里呢 后面可以做一个农家乐 放上桌子 休闲啊 房子 房间 和石头间加起来 改造一下 可以做出民宿 里面还有 喷水池呢 这房东会享受生活呢 把从侧面 侧面 侧面这里呢 是一个养鱼池 里面是养的金鱼 这一条呢 是种的睡脸 你看这个房子 房子面积确实多大 上面的层道呢 有5米多树枝瓦的 这里呢 就是有两个卫生间 在这里 哇 看到这样的燕子 是不是比较舒服 中间这个黄色的叶子呢 是青树 这边呢 是羊梅树 雷树 这边呢 是一个养鸡房 从养鸡房 侧面过来 那是后门 后门过去呢 是菜岩树 这边上二楼呢 上面就是有平台 太阳能的 还有一个空调 下面是铺鲁石子 这有排水系统的 燕子比较规整 那边是枣子树 挤了好多枣子 刚才扯了吃呢 这个呢是极子树 极子没有是非 长得不大 从这道门出来 就是放杂物 可以到前面停车那里 然后这边就是到另外一栋 这是一个石桌 我们从这一栋看过来 这是一个厨房 厨房里面油烟机 油烟柜啊 沙发 桌子 茶几 还有个电视 还有净水器啊 这些微波炉 下面一个洗碗机 都可以正常的用 房东说是包括在里面 可以使用的 啊 这个石桌弄得挺好 因为上面有树 可以遮阴啊 从这边上楼梯 到二楼住房看一下 那住房呢是房东正常 在生活中用的 小孩子用的东西很多 小孩子用完了 所以没收拾嘛 这边有四个卧室 一个 两个 这边是客厅 这边还有一个 卧室 这边也可以改个卧室 但是有卫生间在这里 我们从卫生间绕一圈 这边是放鞋子的鞋柜 这是卫生间 洗手池 洗澡的 太阳能一把啊 房东说是这些东西的 包括在里面 只有他们自己生活用品 个人用品 他也搬走 这个下面是木地板的 小孩子房间 十个屏作用 一个衣柜 高地床 一个床是一样的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 他父母的房间 有一米八的 那边是懒人沙发 那边窗子的前面 这边是衣柜啊 客厅这边后面是一个跑步机啊 上面的是有吊顶 没开灯呢 这是房东的夫妻房 他小孩子的睡房 他们夫妻了 这是一米八的大厂 他们的结婚照 这边呢是有一个衣柜在这里 包装镜这里的 主要是这个房子一出来 站到这个阳台上面 右手边呢就是带一千刀瓶这个一米地 从后门出去呢到一米地 可以做菜地 燕子里面 种了好多果树 还有喷水吃 门口出来的就是这个燕子 全是叶子花 那边是大铁门出去的 这个里面是有好多柜子 这些老店 还有电视啊冰箱 对于年代感 这是包括里面可以用的 如果是老年人呢可以住一楼 一楼呢就比较凉 这个也十多个平方 一米八的大厂 上面地板 地板很干净 房东重新打扫过了吧 从这边呢上二楼 看看二楼吧 二楼上面这里是一大间 进去还有 往这边看过来 这间右手边呢是一个洗澡间 可以加卫生间呢 这有一把 也有水管排水的 这间呢也差不多有二十瓶左右 一个一米二的床 那个也是一米二 两个 一个柜子 往这边进来呢 再放个工作室在这里 这个床呢也是一个一米二 一个一米的 也有两个柜子 应该他亲戚啊朋友过来 他就会住在这里 房间窃室各个多 这边是一个阳台 阳台长长的 这边按个玻璃窗 下面就是燕子林 后面那栋新房呢是 有个瞬间洗澡 因为这栋老房子呢是没有卫生间的 只有洗澡 里面又有床铺 正常的人生活嘛 房间是保证这个 在租气内通水通电 房子不会漏盈 租金年付可以签十年 十年之后到期了 也可以继续细签嘛 也可以卖 卖的话房东没报价 因为他这个是过不了货嘛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